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8134號定解個案 它驗出來是一個 南非的變異株 WHO推估它的產能力 大概增加多一點 等於是非變異株的1.5倍 安安台北 你好 既英國變種病毒落地後 來自南非的旅客也登台了 這個新疫苗是非常嚴重 因為它更加接近 它似乎更加接近 新疫苗的新疫苗 南非至今累積126萬例確診 等於每百萬人有22014例的病人 34334死亡案例 等於每百萬例有600人死亡 兩週平均每日新增了17021例 佔非洲區超過7成 來勢洶洶的南非變種病毒 去年底入期日本芬蘭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12個國家 檢出南非病毒株確診者 我們今天宣布 自2021年1月14日 零時起 以抵台的時間 作為我們的標準 那14天內 曾有南非共和國或斯瓦帝尼 王國的旅遊史 和在當地的轉機的旅客 將比照英國入境或14天 居有英國旅行社 入境後一律住集中檢疫所且採檢 那檢疫期滿後再採檢 那返家後要完全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變種病毒界的軍備競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面對變種病毒連環抱 鵝粉們寒流來襲還是要記得勤洗手 對抗病毒缺你不行 把傷害減到最小 玩暖包缺貨 在今天一整天 到年清晨天氣非常寒冷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要多多注意保暖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 或是呼吸道疾病的朋友特別注意 半個月內三波冰霜法是輪流施法 這不是全力遊戲領動將至 這是全台街頭都冷到失智 1月1日至10日 台灣22縣市持續低溫特報 還有10個氣象佔測溫 創下入冬以來新低紀錄 你今天冰雪奇緣了嗎 這寒冷醫院 搓著透心良心飛揚的手指 走進便利商店 才發現櫃台的好朋友 暖暖包連續好幾天都沒來上班 還有暖暖包嗎 賣完了 我們現在還有暖暖包嗎 我們目前賣完了 大概什麼時候才會有貨 是附近欸 沒貨沒貨還是沒貨 連續三波寒流低溫突襲 全台暖暖包瞬間大缺貨 昨天幾乎都買不到 我去了 我們那附近的兩三架都沒有 啊 助給你 傻瓜 我們都一樣 相信付出會有代價 代價只是一句 受光 5月天演唱會門票沒買到 春節返鄉的高鐵票搶輸了 現在連暖暖包庫存 都記入單中最低警戒 架上沒有暖暖包 只剩冷空氣 心寒手腳也寒 附北極震盪雨時雜落 落室暖暖包直接地表絕種 手握室暖暖包一包難求 業者建議民眾用貼式暖暖包替代 但比起手握室能持續24小時 最高溫還能到65度 貼式不僅只能維持8小時 最高溫只有43度 價格也會上20到30元 一月的費用 我叫他們 三種暖暖包比一比 拋棄式溫度最高能有65度 使用時間最長但只能用一次 班哲式的溫度最低 雖然使用時間短但壽命最長 而充電式的則是能重複用500次 但不管貼式還是臥室 我只想待在我家臥室 含流流向就是金流的流向 飆升需求增加 94米我買好買滿 一片片暖暖包 封膜包裝 含流接力報導 廠商16條產線全開趕工 依舊供不應求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一個月的 像整個冬天的生產的數量來講 大概是五六百萬片 那光我們上個禮拜 光暖暖包我們就已經供應了 大概120萬片到市場上去了 以這家本土業者來說 生產家代工 在國內市首暖暖包 市佔達七成 以往國內外出貨比 是國內一國外九 現在出口全部喊咖 供應國內需求 光一個禮拜 國內出貨量就120萬片 是過去一個月銷量 含流發威低溫下灘4度 賣場一早就出現掃貨客 也有網友崩潰發文 直說找了時間藥局都沒有 明明之前堆得跟山一樣 還說簡直比中衛口罩還乃買PTT鄉民 更說政府是不是該啟動國家隊 來製造暖暖包 先不要 哎呀呀你們這些鄉民 說好了不提國家隊 萬一暖暖包也有了國家隊 又不知道有多少自律業者 要被抓去關了 羊肉漲價 三五好友圍一桌吃起暖呼呼的羊肉爐 民眾說天氣冷吃羊肉爐 身體整個暖起來了 但這一鍋羊肉爐 羊肉要多少錢民眾知道嗎 這部分我不瞭解 陸以輕配酒紅米小火爐 朋友要聚餐 沒四千萬別吃羊肉爐 民眾說吃羊肉身體暖 母豬金下下 效果有沒有直逼時提分舟的牛丸 吃了考試都考100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現在羊肉爐不只有紅燒 羊肉價格走位也很風騷 需求量大價格跟著攀升 羊肉價格更創下20年來新高點 以努比亞雜交燕公羊價格來看 去年同期每公斤240元 10月開始上漲 今年1月漲到了366元 最高價還逼近400元 從之前的每公斤 有可能280 290 現在漲價到380了 羊肉每公斤漲了100元左右 業者說主要是因為 最近接連寒流來襲 所以吃鍋喝湯的人變多了 羊肉需求量變大 因此漲價 之前我們國內的羊價都沒有到很好 那有一些羊農它有少量飼養 再加上今年的寒冬來得早 還有疫情的關係 現在國產羊肉的拍賣價 是我們大概20年來的最高點 來豬還是不碰好 冬天羊肉我的寶 中醫說羊肉不慎助羊 暖中驅寒 溫補氣血 開胃健脾 性溫不製造熱 熱騰騰羊肉爐加油當歸 黃旗等中藥材 適合多數人溫補 羊肉如APA抗寒暖身終極武器 正當全台氣溫 跟老額的每日增加訂閱數一樣 來到低點 羊肉價格卻像 點求中央電視台的訂閱數 來到歷史新高 原因包含澳洲乾旱 草原大火導致羊汁減少 國際間需求大漲幅達到40% 也影響國內行情三個原因 包含天氣冷需求多以及進口少 天氣冷需求多進口少 我的荷包表示怕爆點JPG 這羊太危險 飛太遠 羊不用做鬼臉 身價就衝向天空 沒有極限 年初才細事淡淡說不吃豬肉的我 以後可能也吃不到羊肉了 雖然羊肉爐買7號 但羊肉漲價店家不敢跟著漲 自行吸收每公斤大約100元的價差 就是希望可以繼續攔住顧客 多三層 因為萊豬也有問題 然後冬天大家喜歡吃軟的也有問題 我們自己吸收如果撐不了 我們當然要真的要漲價 如果再撐不了 我們乾脆收起來不要做好了 有苦稱的業者 當然還有苦稱的羊 最懂羊的立委孟凱 早在69天前 就在提醒你各位要關心羊的意願 羊也是主角啊 對我知道 但是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有沒有問過羊的意願 冬天最痛苦的是 莫過於洗澡等熱水的超科時光 沒想到現在痛苦名單 還新增吃暖的也有問題 我不清楚羊的意願 但我聽到業者抱怨 不過我以後知不到怎麼辦啊 我還是繼續用力的祈禱 富含脂肪的羊肉 長我體重就好 不要漲價 底下刷一鍋留言 告訴老鵝 你是羊肉爐派的 還是姜母鴨派的吧 呱呱 可以吃三碗 可以吃三碗 全台首例醫師確診 一天前指揮官陳時中宣布 出現四例確診 兩例是見怪不怪的境外確診 但是另外兩例 則是睽違21天出現的本土案例 確診個案案838 是一名三十多歲 長期治療新冠確診者的醫師 根據目前疫調發現 他在1月4號 協助重症患者插管 1月8號仍然出現咳嗽發燒的情況 1月10號通報裁檢 如今確診 成為首例醫師確診的個案 同時跟他服務在同一個醫院的護理師 也驗出陽性確診 基本上在判定上 應該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染疫 應該是他們算是密切的接觸者 他是他的女朋友 所以在這裡面 大概是在社區 這裡面有兩個案例 一個是在醫院的一個醫院感染 那一個是在社區的感染 那為了因應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大概從昨天 昨天下午開始 就緊急發動了所有的疫調 跟所有的醫院裡面必要的一些處置 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我們在裡面採檢了464人 總共採檢了464人 那全部都是陰性 這枚確診症悍旦 為桃園市民帶來巨大衝擊 檢驗結果一出 中央地方暫時放下了 心中的464顆大石頭 指揮中心表示 由於接觸者可能處在潛伏期 因此他們目前都在隔離中 以及全面渡絕病毒入侵社區 能確定的是院內目前 沒有出現其他感染 我們可以知道說是1月8日到9日 這裡面跟社區有接觸的大概有三個地點 大江購物中心 星巴克國際門市 那這裡有五金行 桃園國際店 這是838的一個相關公共場所的一個足跡 除了已經被點名的店家 緊急關門進行消毒 市監委被點名的賣場 也不約而同的 因為消毒作業提前打烊 其他市家 因為他這個距離這個發 這個產生症狀是比較久的 那我們一樣請他們 做這個停業跟消毒的工作 市政府還有附屬機關還有學校 這個尾牙余利於停止 市政府所舉行的大型活動 我們都協調改到延期舉行 所以這個醫院應該給這個醫師某種處分 假如我是院長 我最後再談他一個職位 就是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所長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發掉 他在這個大家都有點難過的時機上面出來 為了這件事情博取聲量 然後特別評論這件事情 然後評論的對象又是針對確診 算是有點是陰宮受傷的這個患者 其實是非常不人道的 我們醫護人員得到也是 心情當然會有一點受到影響 如果大家還是給他多一點支持跟打氣 第一線醫護人員 為了守護你我的健康 投身高風險工作環境 老兒呼籲你各位關心取代責怪 為對抗病毒的英雄們集氣 也希望所有染疫的朋友們 盡早戰勝討人厭的病魔 2021一起健健康康生活 戴上口罩 閉嘴 布局團隊震撼好萊塢新座 每個單位的鏡頭都會向外面 向外面 出神入化 絕無冷場 我們在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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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重複一 我告訴你你準備好 這時間 馬德里金庫 倒數90分鐘 1月15 搶先全球上映 百追蹤訂閱老天鵝娛樂 隨時掌握最新動態